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五月天所演唱的《知足》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 怎么去拥抱一下天的风 天上的星星敲地上的人 当时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 要怎么收藏 要怎么拥有 如果你快乐 不是为我 会不会放手 其实才是拥有 当一阵风吹来 风筝飞上天空 为了命而祈祷 而祝福而感动 终于你身体消失在人海尽头 才发现笑着哭哭 那年你和我那个山丘 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 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 哇 都说是三天会最冷 就是从昨天到今天 可能甚至于到明天的早上 虽然说是会冷 但是因为有太阳 所以感觉还不是那么的酷寒 可是真的有太阳跟没有太阳 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那这几天呢 要说这些日子以来呢 我都尽量在中午以前会 陪父母亲出去运动 特别是带我的母亲去运动 因为失智的关系 所以使得她很带揽于运动 每天就是只想要睡觉 吃完饭之后就睡觉 每天一直不停的睡觉 那但是再加上她最近呢 又因为有血糖的问题 所以医生也特别交代 说一定要给她做一些 适度的运动 不然的话呢 就是对她的身体状况 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更加的积极 所以最近也让我 就变得非常忙 那我们出门的时候 我一定会帮她穿 比较厚的衣服 因为不一定 整条路上都是阳光嘛 有阳光跟没有阳光的地方 感觉真的是差非常的多 像我们刚出门的时候 要走一段没有阳光的路 那我就给我的母亲围上了 我已经很好穿上了 比较薄的羽绒啊 那走了一段路之后 有了太阳 她就一件一件脱掉了 围巾脱掉了 然后外套也脱掉了 后来我们又再回到院子里面 来晒太阳的时候呢 太阳就非常的大 那我就坐在母亲的旁边晒太阳 我就感觉到 因为我穿了一条 比较薄的运动裤 我感觉到那个太阳啊 就是穿透运动裤 直接炙烧我的膝盖 我突然间觉得 自己很像炙烧牛膝 有没有 就属牛嘛 就炙烧牛膝 好烫啊 我都觉得我再烧下去 可能就差不多七分熟了 就是这么大的太阳 那当然我就让父母亲 他们都是背对着太阳座 所以晒后背嘛 而且因为穿着外套 所以还好 那医生也是交代说 要让老人家多多接触一下阳光啊 冬天呢 确实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 好发的季节 主要是因为温度会骤降 或者是说温差 相差太大了 会引发起血管的收缩 也容易造成血压突然升高 进而增加心脏病 已经急性中风发作的机会啊 那如果家中有长辈的话呢 在冬天呢 我们应该要帮他们一起来 养成这些好习惯 第一个就是保暖 那居家的卧室啊 卫浴啊 还有客厅到做好防寒 以及安全的措施 那我觉得卫浴这个地方 是挺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像老人家 他们喜欢泡澡嘛 那泡在暖和的澡缸里面 当然是非常的舒服 可是当它起来的时候 如果整个房间里面的温度 太低的话 很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刺激 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刺激啊 那像现在呢 就很方便都可以在家里面的浴室啊 装上那种什么三合一 就是熟湿冷风跟暖气 那冬天的时候把它打开来 让这个整个浴室里面 先变得很温暖 然后再让老人家进去沐浴 这是比较好的 那如果是在低温或者外出的时候 当然要做好完整的保暖啦 特别的就是头颈部 还有四肢的末端 所以可以戴个手套啦 然后戴个帽子啦 围巾很重要 还好现在大家都一定要戴口罩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 非常不错的自我保护了 好 再来就是暖身 刚起床以后的活动不要太急促啊 那身体的活动呢 是以缓和渐进的方式来慢慢增加的 第三就是要多喝水 然后要均衡的饮食 情绪方面呢 也要尽量的稳定 那喝水的时候呢 要尽量的喝温开水 避免血液呢 过度的粘稠 尤其是呢 早晨刚刚起床的时候 其实想一想呢 老人家刚起床 包括我们自己吧 差不多都历经了 七八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是完全没有喝水的 所以血液里面的粘稠度呢 是可想而知的 那这种时候呢 喝上一杯 300到500cc的温开水 是非常有效果的 那可能有些朋友 在喝水的时候 会用牛饮的方式 就是窟窿把它喝下去 但这个方式 其实并不好 据说呢 你要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喝 你的身体才能够 真正的去吸收 这些水分 还有就是要多多的 摄取蔬果等等的 高鲜食物 那预防便秘 第四呢 就是不宜泡汤 或者是泡澡 那如果是有心脏 血管疾病的病人呢 是尽量要避免 单独去爬山 或者是从事于 离开人群的运动 也不宜单独泡汤 而且泡汤的温度呢 是不要超过 摄氏40度 这就是 一件有点矛盾的事情 因为通常我们都会觉得 天气越冷的时候 就越想要去泡汤 而且就会想要泡在 42度 42度以上的热水里面 觉得很舒服 但也许这样对我们来说 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啊 因为也是一样 就是同时就是你给了身体 太强烈的刺激 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吃完饭之后 马上去泡汤 通常是在饭后的两个小时 再去泡汤是比较安全的 当然也不要在太饥饿的情况下 去泡汤 因为可能你的血糖会降到很低 说不定你从水池里 还没爬出来 你就已经昏倒了 那第五就是运动 最好要避开酷寒 还有早晚的高风险的时段 因为像今天我们看气温 气温可能会 高温的时候可能是20度以上 甚至于24度都有可能 可是低温就是晚上 或者是凌晨的时候 可能只会降到11度12度 那你看相差这么大的温差 确实是会造成很大的风险 那有些老年人喜欢在 寒冬的大清早出外运动 那真的要给自己设下一个 温度的限制 比方说今天已经低于13度以下了 我是不是就不要出门去做运动了 或者在家里做运动就可以了 最后一点呢 就是有症状的话 要立即就医 如果突然出现了 有胸闷痛的状况 呼吸困难 冒冷汗等等 这是心肌梗塞的症状 或者是发生了脸歪手锤 大舌头等等的中风的征兆 都要立刻就医 保命的要诀呢 就是抢时间赶快打119 紧速的就医 这样才不会错失了黄金治疗期 而造成自己跟家人的遗憾 好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是 陈启珍所演唱的《小步舞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空突然下轻轻碰打鱼 连人在屋檐下相微相依 一栋我的脚步轻松多余 人潮拥挤握住 湿热的手心 再也不要想起 不快乐的旋律 呼吸这一秒的空气 还有多少回忆 藏着多少秘密 在我心里泛滥覆去 什么叫做爱情 还有多少回忆 藏着多少秘密 在你心里 我也许只是你心上的风景 今天在我们幸福号列车的第二个小时 曼君老师要跟大家一块来上上另外一位老师的课了 这位老师是谁呢 他就是焦原谱焦老师 如果说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位老师 好老师带着我进入古典音乐的领域的话 那一定就是焦老师焦原谱啦 那他呢是一位台湾非常有名的古典乐评家 最近呢我们焦原谱老师推出了 故事灵赏生活 焦原谱的37堂古典音乐课 那最近网路上很喜欢讲说 关于古典音乐课 比方说关于古典音乐课 我只听焦原谱这种 我就觉得我可以拿来做广告词 关于古典音乐课 我只听焦原谱的37堂古典音乐课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原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经验的 古典音乐的乐评价 来原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曼君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焦原谱 是来跟我们说一下 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就策划了这样的一堂 我觉得真是非常丰富 而且很厚实的古典音乐课 先跟大家就是 我今年刚好是我从伦敦 就是结束那个博士班的课程 回到台湾来第十年 那这十年中呢 其实北文涛课是个样的问题 那我之前也写了一本 叫乐之本事 算是帮助大家入门古典音乐的书籍 那就是做很多相关的事情 那一方面呢 是觉得说这个乐之本事 因为还卖的是不错 但是好像又大又延伸出一些 更多的问题出来了 那当然就是说 作为作者的话 那怎么办呢 后来就有这个机会 就是联金跟我们的知识卫星 知识卫星Sat Knowledge合作 所以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线上课程 就把这个书呢 一方面是某些东西 可以把它变成 就是线上课程的方式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 去做古典音乐的入门 特别是就是用不同的媒介 就是你书不太能够做到的东西 如果有一个线上课程的方式 可以做到的话 那也很不错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来做这个课程 对 而且我已经开始在上课了 我看到原谱穿着很正式的那种 很古典的那种西装 我觉得很帅 为什么有点歪笼 那是画腐朽为神奇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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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厉害的摄影师 我觉得很厉害 好 原谱呢 其实是伦敦国王学院的 音乐学的博士 而且你15岁开始 你就在杂志报章 开始发表文字作品了 涵盖有乐曲创作 乐曲研究 诠释讨论 音乐家的访问 国际大赛的报道 以及文学创作等等 那 我觉得很厉害的就是 15岁 为什么15岁就已经开始 是家里面有特别去培养你吗 没有啊 你自己很喜欢 我们家是放任式的教育啊 就是 小朋友有什么喜好的东西 然后爸妈 只要是 只要是不是坏事情的话 爸妈就 让你去发展 所以你真的就是天生 就是要走这条路就对了 对不对 其实也 也是 算老实话 如果是 你30年前问我的话 我还真的是没有想到 20年前的话 也不见得真的想到 对 但是就 诶 你看就 变成这样子了 对啊 对啊 好 来 先来跟我们 我觉得讲这么多以前 我们先来听一首音乐好了 是的 好不好 我们来听的是 俄国作曲家 立陶宛出身的 现在立陶宛很红 对 那个QE QE也是不务正业 他是作曲家 跟 是 来考曼绝朗老师 你知道他的正职是什么吗 正职 教书的 是的 真假 那你猜他教什么 教音乐啊 不是 教什么 他教 他是在俄国圣米德堡的各个炮兵学校 教逐城法防御公式 真假 教逐城防御公式 逐城防御公式 正职 然后这位作曲家 对 所以写的这首 由普希金的诗 普成的 我爱过你 哦 好浪漫哦 我们先来听一下 我爱过你 这首乐曲 我爱过你 我曾绝望沉默地爱过你 忽然是妒忌 忽然是羞怯 我真诚温柔地爱过你 愿他对你一样珍惜 怎么样 原谱还可以吗 哦 非常非常优美 这就是这一首歌的歌词的中文翻译 对不对 他这个我觉得这很有趣 就是说当我们听这首歌很美啊 就是这是 这首诗其实展现了普希金的这种 我们说诗歌创作的艺术 因为这首诗就是 他是讲就是 他其实就是路过 在马路上面啊 看到这个当年曾经爱过的女孩 然后但是就是 就可能点头微微笑一笑 或者怎么样 然后也 他就面去打扰对方嘛 就 就走了 对 然后走 他的内心开始在歌声 就是波涛汹涌 就写了这样的诗啊 可是你看这个诗就是说 有内心有这么多丰富的感受 可是他在俄文上面 他就是用一个 特别用一个 音韵很轻的一个 就好像就是你慢慢走 就轻轻走过去 然后呢 就是 呃表面上是一个连衣 可是底下是暗潮汹涌 但是他是一个很轻的走过去 那种轻的感觉 然后最后 最后最后的诗 最后一句就是说 愿他和我一样 对你 就这么珍惜 这么爱你 这样子 献上这个祝福 那我觉得像这个 作曲家 他也是掌握到这一点 他看出来就是说 哦 这种很复杂的感情 其实作曲家 用一个很轻的 这种 就是他押韵的声音 还有诗句 都是很轻盈的 对 他就把它写成了这个作品 这些都举重若轻嘛 是 对 其实心里的感觉是重的 但是他又用一 故意用这种比较轻柔 好像轻描淡写的方式 可是他会造成一种 于运无穷的感觉 那我们在这个 线上课里面 像第六章 我就有放一些 第四章 第四章我放了一些 就是音乐 跟其他艺术的交汇 比方说 有一个就是 音乐跟文学 对 其实我就用这个 来做介绍 就是说 同样这一首 普希金的诗 然后呢 我们就请 我们刚刚听到的版本 是声乐家 罗俊英老师 跟钢链家 雪平老师 他是为了这个演出 特别去录制的 那我们就说 在同样这首诗 当然不会只有QE 这位竹城法教授 来谱曲的 也有佳作曲家 来谱曲 就像一首 这个苏东坡的水调歌头 有多少不同的 这个歌曲的版本 所以我们也就说 那因为这个诗很短嘛 我说这样非常好 我们就是 请同一个人 然后呢 用不同的作曲家 然后来谱曲的 我们就是连续唱两遍 给大家听听看 哇 所以我们等一下 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就对了 就是到底比较喜欢 哪一种方式的表现 表达方式 对不对 好哦 那所以 第二首 我们现在就 一起来听一下 对 那这首其实也是 刚才我们讲的 《菩兴经》的那个 《我曾经爱过你》 是的 OK 好我们来一起听 我爱过你爱情 也许 也许还没有在我心底 完全止息 但他已不愿 引起你的烦忧 不想再勾起你任何抑郁 原普这一首曲子 听起来感觉比刚才听到 那个好像稍微轻款 像一个人在走路 一边走路 一边在唱的感觉 是 他一定是 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普吉在街上 遇到这个 所以就是 那种就走过的感觉 就是他音乐 你还就是持续的 就是不停 就还是在走 但就是说 好 这个感情是放在过去 对啊 所以我们说 但就是 同样这个感觉 其实第一首 也有那种走路的感觉 就是看 不同的作曲家 给他不同的想象 OK 好 今天呢 我们一起来上的是 焦原谱老师的 37堂古典音乐课 现在呢 已经上线咯 从12月1号就开始 总共有单元是39个 观看期限是无限制的 你所拉成的是 第二个小时的 幸福 好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是很诚实的 我一向就是很清楚的说 我非常不擅长的两件事呢 一个是绘画 另外一个呢 就是音乐 尤其是古典音乐 我完全就像是白纸一张 但是呢 我现在开始在听 由焦原谱老师所开的 焦原谱的 37堂古典音乐课的 线上课程啊 那他的题目叫做 故事 领赏 生活 那我想这也是 这一套精彩的 线上的古典音乐课程呢 会令人感到有吸引力的原因 因为呢 焦原谱老师讲了一些故事 然后带领着我们去欣赏 而这些故事与欣赏呢 又都与我们的生活 是可以紧密相连接的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 我们就邀请到了 焦原谱老师 来给我们介绍 这37堂的古典音乐课 来 原谱我们 继续来聊聊 就是关于这些音乐 跟我们的生活 可能产生出的一些联系 是的 其实我们 怎么说 古典音乐 当然有没 每次提到这个名词 大家觉得好像很害怕 或者什么 那其实不用 不用害怕 因为第一个 它就是一种音乐 那人都喜欢音乐 然后所以我当初就是说 当然这一次 我觉得很开心的是 有这个线上课制作的机会 因为比如我以前 比方说写古典音乐入门书 那那个都是 我当然是我自己去做这个 自己去设计章节 然后设计我要做什么 但因为是入门书 所以我那次是 比较少见的是 我出版之前 就是我没写完一个章节 就丢给一堆朋友看 我说第一个是 你们看不看懂我在写什么 第二个是 这个有没有达到效果 这样子 然后有没有解答你们的问题 或者有如何 所以那是我自己个人 去做我的这个市场调查 或者是就是 但是因为这次有线上课的话 等于说是团队的话 是在录制之前 就是我们就是已经 先做了很多市场调查 然后有做问卷 然后有还有去电话访问 就是就就就 有些联络上说 你愿意接受电话访问的话 我们就要访问你 他做了很多这些调查 所以大家看到 就是37堂 后来变成是38堂 但是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课程 或什么 这个大家看到的大纲 你是改 我已经改了第四次了 就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 然后 但就是一个 就是就改出来是一个 好像希望是能够符合 绝大多数人 特别是就是 像曼娟老师这样 白纸一张的 这种这种入门者 就是因为很多人入门 也是会卡在一个 就是我我差点也陷进去 因为我一开始打了大纲 就是说 哎我要教你这个 怎么分析这个作品啊 或者怎么样 然后我想说 其实大家可能不太需要知道 对啊我们干嘛分析 对对对 就是说就我不太需要 真的是知道说 一个重名曲是怎么写 一个什么怎么写 这样对对对 所以所以后来 我们就非常狡猾的 就是说如果你还是要知道 这些知识的话 嗯 那也是可以的 我们就调到课程最后 这样子 哦 如果你要有兴趣的话 你就是看看这个 那就是 那如果你没有兴趣 那堂课你可以不用看嘛 对对对对 那我们把其他一些 跟大家更直接的 会有帮助的 然后希望可以整理 成一个提康气领的方式 就是我每一堂 基本上会先讲个大原则 比如说历史背景啊 或者说 这一种这种曲目 为什么会有这些曲目的 背后的原因 先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的话 再跟大家去做 细部的分析 所以虽然每一堂课 虽然它也没有那么长 因为讲下去的话 真的是会无止境讲下去 但是希望就是 可以给大家帮助 其实原谱跟我说 自己要做这个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企划的 一个课程 其实半年前或更久 你就跟我提过了 是啊 我那时候后来中间 我还问原谱说 出来没 还在弄啊 这样的类似啊 还没有 对啊 这个本来那课说八小时 就像做问卷 大家反应 说八小时怎么够 真的不够 真的 好 那就double 变成15小时 就15小时 那时候我就怕 就是说录不够 我说万一我们都不够的话 就是失信于这个 这个购买课程的人 对 这样子 那我们就还做了一些这样子 就最后露出来 20小时44分钟 我好像赔了 对 相当内容相当多 是 所以我真心觉得 像我们这种白纸 如果认真的把这些课程 听完的话 我们也就色彩丰富了 也就立体生动起来了 好 我们现在再继续请原谱老师 来为我们介绍 下一首乐曲 好吗 下一首乐曲 我们来听的是 林姆斯基高达可夫 这位俄国作曲家 他原来是海军军官 他也是一样 他也是自修作曲 我们在听到他非常早的品 叫做夜音与玫瑰 很多人可能会以为 像我一样 是那个王尔德的夜音与玫瑰吗 是同样一个故事的传 就是 它是一个来自于波斯的传说 反正简单来讲 就是夜音很爱玫瑰 但玫瑰不理他 或者不知道 这个夜音对他所有唱的歌 都是为他唱的 怎么听起来有点悲伤呢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 夜音与玫瑰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各种动物啊 植物啊 或者就是作曲家写这些自然万物啊 所以那但结论就是说 就是作曲家可能可以模仿这种 蟲鸣鸟叫啊或者声音 但是最后这都是动物方程式 他写动物就是写人 要不然作曲家干嘛去 你要鸟叫你听鸟叫就好了 为什么把鸟叫放到这个作品里面 这鸟叫当然是代表了人的某种感情 或者是一个象征 但是这个象征 但有一些是跟文学典故有关的 比方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这个波斯的 还是波斯的典故 叶音很美好啊 玫瑰也很美好啊 两个放在一起呢 就构成了一个这个伤感的故事 真的 其实啊 我觉得这个课程好处在哪里 有一个好处 对我自己来讲啦 我不必一开始就先 从最前面的就是序论啊 总论啊开始听 像我自己的听法就是 因为我是一张白纸不断重复 然后我比较喜欢的就是 先从我自己会很有兴趣的部分 很有兴趣的 对不对 那所以我就会选择第五章节 因为第五章节是一个主题式的选曲嘛 那第一个篇章就是七情六欲篇 从音乐里面去探讨 人类的九种情感跟情绪的呈现 我觉得这个对于像我这样的 所谓一张白纸 但是又是创作者来讲 我就会特别有兴趣 然后我记得原谱一开始的时候 有讲到说其实音乐 它的表达力会比文字更好 我后来被你说服 你记得你有讲过这段话吗 你叙述一下为什么 因为音乐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感受 比方说 就特别是比方说 你要讲一个比如说 曖昧模糊的感情 或者甚至是比方 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刚刚讲的 我爱你 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 你用文字用写的 说老实话 你其实大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读 你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或者说这三个字 其实没有办法去真实表达你的 就是完全的情感 对 你跟这个朋友讲我爱你 然后跟你的父母亲讲我爱你 或者跟你的猫狗讲我爱你 对 就是你的 就是 就是 字是一样的 可是你的情感是不同的 层次是不一样 对 但是如果是伟大的作曲家的话 他真的就是 有些人就是有那个本事 可以把这个情感 然后透过音乐这种语言表达出来 然后你一听就会有那种 很强大的那种共鸣 那个爱你 那是超过语言的 嗯 所以感觉起来很像是 音乐是直接可以跟情绪发生练习的 音乐会用一种情绪化的 小小的素 直素 直接穿透你的心 但是文字的话 好像他是在翻译情绪 这种感觉 对不对 呃 可以这么说 但是因为您是文 文学家 所以我也不能 不能 不能 但是应该是 应该是说 音乐有 唯有音乐可以达到的事情 但文字也有 唯有文字可以达到的事情 嗯 所以就是两方面 我觉得最杰出的 这个 呃 文学家 或者是音乐家 他们都是各自用自己的本事 在他们各自领域里面 达到了 这种艺术形态 唯有这个艺术形态 才能表达的事情 嗯 所以我一直说 别跟朋友讨论 别人说一个电影 有些人说 哎 这电影非常好啊 这里面的台词非常好 像小说一样 对 我说如果 如果电影只有这个样子的话 那写成小说就可以了 嗯 不用拍了 没错 就是这电影也一定是有这个 唯有电影能够表达出来的这个艺术 嗯 那我觉得就是你又导演的话 你抓住了这个核心 那不管怎么样 你的制作费多少啊 或者怎么样 你抓住了这个 那这个作品就一定会成立嘛 是 那所有艺术其实都会是这个样子 对 那接下来呢 原谱老师 你要给我们介绍一种 什么样子的情绪的音乐呢 哦 我们在第五章 他在第五章里面呢 有一章呢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就是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 耶 我也喜欢这个 我们听这个古典音乐作曲家 怎么写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啊 嗯 那我们来听的就是圣赏的骷髅之舞 它这个写的其实就是我们的鬼门开 只是我们鬼门开开一个月 他们只开一个晚上 嗯 就是群魔乱舞 哦 是什么人写的呢 圣赏写的 圣赏写的 今年是他世事一百年 哇 好 我们来听听这个群魔乱舞的骷髅之歌 好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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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圆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就他一样可以就是就是我们叫以诠释服务这个音乐 对 所以我可以有这些声乐的技巧 但是重点是就把那感觉给唱出来 所以就是不同的人他的生命感受不一样 他唱同样的一首乐曲 就算他们的技巧都是那么好 可是感觉也都会不一样 是的 而且我们的课程里面呢 我还放了一个 真的是我很高兴我做了这件事情 就是有一首这个艺术歌曲叫做明日 这个明日是作曲家写给他跟他太太的这个结婚礼物 但是呢这首歌的那个诗啊 长久以来就是有两种解读 一种就是甜蜜的这个结婚礼物 但这种诗你仔细去读的话你会发现 它好像是一首迅情的诗 哟 真的吗 对对对 所以有一派人就把他唱得很悲惨很悲惨 有一派人就把他唱得很甜蜜很甜蜜 那我们这个版本我们这个课程好玩 就是说我也请到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组合呢 我就是请他们呢 就是你们唱一个甜蜜版的 然后再唱一个迅情版的 但是呢我不告诉我们的这个上课的学员 你看这个的话 但你看了可以看出蛛丝马迹了 但是如果你听听看就说 你是不是能够常常表演里面自己去选出 说这哪一个是甜蜜版 哪个是迅情版 对这个应该还没有人做过这种事情 真的真的 然后放在课程里面很好玩 OK 所以你在课程的设计上面真的是很花费心思 怪不得要花那么长的时间 是的 而且我们其实最花费心思是 就是像刚刚我们听到这些就是 因为我们有很多是跟 很非常感谢齐美 我们有谈这个音乐的版权 那就很多这些作品是我想要用的是 他没有这些版权给我们 那后来我们就选了作品 好那我们自己来录 哇这个很酷耶 然后呢我们因为是影像嘛 这样子我们还录了一小段一个歌剧的这个 终景结尾场 对 当然就是说没有布景啦 但是但是因为真的唱得好演得好 我们录完那一段 这一段这个不到六分钟 可是花了一个半小时去录 这样子 但是成果我自己就觉得非常开心 我自己就说哎呀 真的是很开心 我自己看的影片 我都会非常激动 对 所以我觉得呢 如果有来参与这个课程的朋友 一定会觉得物超所值的 是的 最后 远布老师你要为我们介绍的是哪一首乐曲呢 就是来听听看这歌剧这一段啊 这个还没有在任何的广播节目里面播放过 就是世界首播 对 我们现在听到了那个男生的声音呢 就是一个教室 女生的声音呢 以前是埃及神庙 像妓女一样的人物 后来教室就感化她 她就成为修女 但教室呢 不是出于真心要感化她 因为教室其实也爱她 就是说 我爱不到她的话 别人都不要爱 这是什么爱 对 但她最后 但最后的女的就是 因为她真的是完全在宗教当中了 反正那男的就是陷入色域 就是沉沦了 然后那个音乐呢 到一放出来 大家都知道说 原来是这一首 对 原来是哪一首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今天也非常谢谢原谱 来为我们介绍 教原谱的37堂古典音乐课 大家一起来听古典音乐吧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今天的幸福阿列车呢 就先跟您说 我们即将行驶到站了 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